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今天是2021年12月9日 说这人际关系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有时候就是错综复杂,就像蜘蛛网一样 有首歌怎么唱的?生活就是一团麻 如果你能从内心有意识的去认识,去区分,去把握 你就能把负责的人际关系处理好 不但能理出个头绪来,还能做到有条不紊,该干嘛干嘛 本期视频咱们来分享一篇马卫都老先生的文章 题目是现今人伦之乱令人堪忧 写的角度是非常的新鲜有趣 下面是全文 人际关系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 生活在一个群体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际关系 而且这种关系非常的复杂 简单表述,每个人一生中,人际关系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亲人之间,第二是熟人之间,第三是生人之间 亲人要生,生人要熟,熟人要亲 现今的人伦之乱令人堪忧 先说亲人,一般的常规理解都认为亲人要亲,对吧 事实上恰恰不是这样,古人对此有个劝诫,叫世亲三番客 意思就是说呢,亲人之间要保持客套 先说亲人要生,亲人之间往往是没有界限的 现在好多电影电视剧中子女指着爹妈说话 这指着就是不礼貌 我们小时候哪敢指着爹妈说话,现在也不敢 指着爹妈说话是大不敬的行为,是坚决不行的 我在一部电视剧里居然听到这样的台词 有个女孩跟他爹讲,算你有良心 天哪,这个女儿怎么能这样出言不逊呢 他爹到底做了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情,居然让他如此感慨 可见,今天社会的人伦关系之混乱实在令人堪忧 夫妻之间过去讲求相敬如并 举案奇梅这个成语出自后汉书梁洪传 说的是东汉人梁洪和孟光的爱情故事 妻子孟光长得又丑又肥,皮肤还黑 但是呢,他对老公梁洪非常尊重体贴 给他送饭时把托盘举得跟眉毛一样高 这是古代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表明了夫妻之间互相尊敬的关系 这个关系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延续的沿用的 它不是客套,它是一种关系 我们在电视节目中看到 发生在亲人之间的这种冲撞都是很激烈很绝情的 亲人之间一旦翻脸,连个路人都不如 亲人之间调节起来非常难 从各类电视节目中我们看到 调节亲人之间的矛盾往往是失败的 即便是成功了,也是短暂的成功 好景不长就会破裂 为什么呢? 因为亲人之间正常和好的时候 无话不说,毫无保留 这就导致了他们关系过于紧密 很多东西过于紧密就会发生问题 摩擦系数就会变得非常大 譬如高度浓缩的原子核因为挤压特别致密 到了连接点就会爆发,而且破坏力极强 我认识一个老太太,她的六七个子女有发了财的 有社会地位高的,有社会地位低的,有比较穷的 但是这当妈的不会厚此薄彼,区别对待 没有表现出来对谁更好,对谁更差 所以大家庭非常和睦 逢年过节,全家人聚在一起 老太太儿孙绕夕,尽享天伦之乐 其他人也是其乐融融 这样的和睦首先归功于老太太做得好 她用什么高招使得自己儿女能互进互让呢? 老太太跟我说,视亲三分客 下面再讲熟人 我们每天打架到最多的是熟人 往往亲密的关系,在把握不住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 因为他们之间没有界限了,没有隐私和秘密了 这种秘密和隐私一旦被对方知道的时候 在某种程度下或者某个环境中 她就转换成一个杀手锏 她会把你的事撩出来 很多人年轻的时候 或者说在某一个阶段关系非常密切 后来就翻了脸 有的是因为具体事件 有的是莫名其妙 慢慢就生疏了 接着会背后说人家坏话 女性中这种现象比较普遍 尤其是闺蜜 好的时候如叫四七翻了脸 就视对方为眼中钉肉中刺 背后机会传闲话是非常起劲的 为什么说坏话呢? 是因为我知道你的隐私很多是言之有据的 熟人之间如果表示了太亲密的关系 就肯定出问题 以前贫穷的时候 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工厂 大家的关系都比较简单 如果能出去聚会吃顿饭 都要念到很多天 觉得那一顿饭吃的是真香 那天聊的是真金杏 那酒喝的是真痛快 这种感觉今天很难再有了 我们今天即便有很多应付 都是在表面上很难深入下去 所以我们强调熟人之间要亲 这个亲是一定要有度的 网聊最能体现生人之间如何交际 最后一种关系是什么呢? 是生人要熟 这个我做得很好 因为我经常在各种公共场合碰见生人 人家跟我打招呼 我就得回应人家 有的人会问我 说你跟他认的啊 我说不认的 他说不认的你怎么那么热情啊 我说因为人家跟我那么热情 我总不能置之不理吧 这是起码的礼貌啊 生人要熟 表明你承认大家在同一个文化圈内 一个人能够记住的陌生人是非常有限的 你有机会能跟他聊聊天 说说话 感受非常好 我经常在各种场合跟生人聊天 这样做有一个好处 就是不设防 没界限 能够坦诚交流 你不知道他的家长里短 你也不知道他的左邻右舍 你只知道在这个瞬间 这个时间段跟他有一个交往 而且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掏心掏肺的说点话 最能够体现这种关系的是今天的网络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网聊呢 因为他可以彻底敞开心扉 他可以把他的隐私说出来 这就是生人要熟的一个典型例子 有些话 有些事 在熟人之间不能说的 是必须会莫如山的 是要藏在心底 不得见光的 为什么 如果他说出来 他单位的人就会全知道 每个人都是喇叭的时候 坏事传千里 好事也难免变味 所以说生人的网聊 很能说明生人要熟 这种社会人际关系的实质 亲人要生 生人要熟 熟人要亲 人际关系不像我们想起的那么简单 有时候是错综复杂的 就像蜘蛛网 甚至像是一团乱马 如果你能从内心有意识的去认识 去区分 去把握 你就能把复杂的人际关系处理好 不但能理出个头绪来 还能做到有条不稳 该干嘛 就干嘛 这中间一个大的原则 就是要弄清楚亲人 熟人和生人之间的关系转化 亲人要生 生人要熟 熟人要亲 这种关系我们往往处理不好 处理不好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好 生活中 生活中 职场中 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有意思的人 也有很多好朋友 有的人能够终身做朋友 但大多数人是很难做到的 为什么呢 你有地位有变化 就可能出现利益问题 过去不牵扯利益的时候 你两个人会很好 一旦产生利益纠纷 你们可能就会掰了 人在利益面前能够让一步比什么都强 这么多年走过来 我才实实在在知道了这一点 菜市场里有着人生百态 菜市场里的人际关系就特别有意思 菜市场里遇到亲人是啥状态 一言难尽 熟人和生人之间的关系 在这里却能比较直观的呈现出来 譬如 很多人在那地方买了好多年的菜 跟小商贩都非常熟了 但不知道人家姓善名谁 有时候就说丫头给我俩茄子 师父撑上半斤豆角之类的 对方也热情打着招呼 仿佛亲朋好友一般带你 至于那丫头叫啥名字 那师父是哪里人士 你却一概不知 不过 你们已经从生人变成熟人了 而且是恰到好处的那种熟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